错了 都是我年轻太不懂事 我没有领悟到领导的忠心思想 一定是我这个人太过正直 一丝不苟 刚正不恶 我一定会努力提高自己的幽默感 跟上 是你把我逼上绝路的 别怪我放大招 别冲动 快快去 走走走 快去 季总 我有话跟你说 今天 你要是不把我的辞职信 还我 我就跟你同归于尽 不行不行 这样是不是太变哗了 像季总这样的霸道总裁 应该是吃饭不吃饭 季总 我尚有老 下海无小 工作就是我的命 如果我没了工作 那我就等于失去了命 您就忍心看着我的双亲 经历晚年失毒的痛苦吗 季总 您大人有大量 饶我一命 您就是我的在生父母 那个麦草好像也不太好 这不想得太谦卑了 你在干吗 季总 我看您的桌子太脏了 我给您擦一擦 观察这么仔细 可以当宝洁了 宝洁 季总 您大人有大量 辞职信只是一时设冲动 您就别跟我这种小员工 斤斤计较了行吗 人士 还没有找你吗 找了 可是我还是想再自我抢救一下 那就要看看你的诚意了 我周天 我周天对灯发誓 只要季总让我留在公司 我一定好好干 从今以后听从领导指挥 绝不擅自行动 这样 够有诚意 话说的是没错 但身为一名经纪人 最重要的就是诚信 说过的话 就一定要做到 当初递辞职信的时候 当初递辞职信的时候 你是怎么说的 斩钉截铁地说 自己不后悔 人非圣贤 孰能无故 您得给我改正的机会 机会只给有准备的人 而你 已经错过机会了 季总 您大人有大量 您就 别跟我这种小虾密计较了 臭吗 好 你学历一般 这方面的工作经验为零 不听从上级的安排 还屡次犯错 我真的很难想想 如果你不在这里 在其他地方 你还能找到什么样的工作 季总 我承认 我是一个小虾密 但是你也要明白 小虾密也是有尊严跟骨气的 周天 人事部正找你呢 现在你就去 季总 麻烦您看一下 周天的转正协议 转正协议 来 季总 我知道您刚才跟我说的那番话 一定是想要考验我工作的决心 您放心 我生是心意的人 死是心意的鬼 我一定会在我的工作岗位上 努力地奋战到底的 这就是你的尊严和骨气啊 第二次辞职 我充分看到了你离开的决心 季总 我错了 都是我年轻太不懂事 我没有领悟到领导的中心思想 一定是我这个人 太过正直 一丝不苟 刚正不阿 我一定会努力提高自己的幽默感 跟上季总您的脚步 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个 高情商 高智商 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 喂 求求您了 你好 你好 好的 我知道了 行 去人事部领一个新的账 谢谢季总 我一定会好好工作 天天向上的 那 辞职信 辞职信放在我这儿 我保留 永久有效 可是放在您这儿 我心里不踏实 我踏实 可是我 季总 NK今年的主题是 冠军成长之路 体育部的人 针对这次代言 提出了一个新的方案 他们想找一个 国际知名巨星 但是NK那边 给出的拍摄时间是 这周内 体育部的人 是想替大家 底下裁员的名单吗 体育部怎么了 这跟你无关 做好你的本职工作 不是 我 小姨突然找我有点事情 我先走了 体育部 拜拜 来 到底是怎么了 季总刚才说那些话 该不会是要 把体育部解散吧 不行 不行 要是解散了 我可怎么办 真悲开了 小夏 你跟体育部的人 是不是挺熟的呀 那你帮我打听个事呗 我去 喂 小夏 喂 周天 我问到了 体育部跟老客户 NK集团在谈续约 NK因为这两年 发展势头不错 所以他们现在想找一个 有国际知名度的 运动员代言 可体育部推选的人 他们都不太满意 为什么呀 不是有那么多运动员吗 因为这次 NK新推的系列 是智能户外这个诉求 这一类型的运动吧 在国内起步晚 所以没有特别合适的人选 但如果没有特别合适的人选 这个品牌 我们就拿不下来了 智能户外诉求 那可以找师兄呀